美聯儲的會議結束過後 比特幣有什麼機會呢? 如果你對這個問題感興趣的話 請隨我看下去 我最近有跟BigGap舉辦 入境最高可以返還8000USDT的活動 那麼 最近 BigGap也有舉辦KCGI大賽 最高可以共同瓜分100顆比特幣的獎詞 非常歡迎各位可以點擊右邊的鏈結 來加入我的戰隊 在昨天 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是全程直播的 甚至有直播一小小段的會議 那麼如果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其實昨天的重點 很多 鮑威爾他在之前也已經有講過了 就是 像有些記者就有問到 之後的幾個月 陸續 會不會 就慢慢不考慮加息這件事情 那麼鮑威爾他是有 明確的提到 如果在這個時候就不考慮加息的話 在未來的幾個月不考慮加息 這個是很不明智的行為 所以表示加息這個行為呢 縮表加息還是會繼續 那他們最終的目標呢 就是要把通膨壓制到兩個百分點以下 要壓制到2%以下 其實壓制到2%以下 這是一個 嗯 不容易達到的目標啊 可能需要蠻長一段時間的 那 他的這番言論呢 算是 有那麼一點點的鷹派啊 一點點 所以其實 如果大家昨天有看美股的話 包括幾個主要的指數啊 還有幾家巨頭公司啊 包括蘋果 然後 Microsoft 然後Alphabet Meta 這幾間公司全部都是收疊的 那比特幣呢 比特幣的話 其實在昨天 是產生了非常非常大的波動 呃 相較於 之前沒有那麼大 但是如果 跟前一段 行情來做比較的話 他 昨天晚上的波動呢 算是很大的 其實遇到這種情 遇到重大的消息要公佈的時候 身為交易者 最好的情況就是 嗯 先回避 即使有倉位 嗯 回避也是一個蠻好的策略的 因為我們不清楚他會怎麼說 那其實CPI呢 跟像這種 加息會議是不太一樣的 因為CPI他就是一個職嘛 他並不會有媒體問答的環節啊 所以其實CPI公佈的時候 他通常都是猛的往一個方向的 大家如果有復盤就可以知道 CPI公佈的時候 因為他就是 大於或等於或小於嘛 只有這三種可能 但是呢 其實加息會議 不僅僅是最前面 呃 他加息多少個 多少個基點 他升息幾碼 其實還有後面媒體問答的環節 那 媒體問答如果 他的發言是 比較偏激的話 欸 盤面就會有所波動 如果他比較偏割的話 也會有所波動 所以 其實在 加息 會議的時候呢 真的是非常不適合操作的 我們不清楚他會講什麼 那我們撇開這些 消息的因素 如果我們只看 盤面的話 我們只看技術面的話 其實現在的比特幣呢 我會認為 嗯 多頭已經開始有點危險了 我們來看一下喔 這個位置啊 他是比特幣之前的 短暫的換手 其實大家也可以很明顯的看到 這裡有阻力嘛 然後呢 下跌之後這裡有短暫的阻力 然後這裡有支撐 支撐 那我們現在是跌破過後 我們 回踩已經把原本的支撐變成阻力了 這個其實蠻不妙的 那麼 其實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箱體喔 就是有上下邊界嘛 我們 如果稍微整理一下的話 可以看到其實下邊界被碰出的次數比較多 而且呢 其實我們現在整段整理的過程啊 他最低的這個點 嗯 我認為是不可以被跌破的 就只要這一波多頭呢 他還想要再往上進攻的話 那麼 下面的這個低點就不可以被破掉 其實下面的這個低點呢 離現在是非常非常非常近的距離啊 為什麼說這個低點不能被破呢 因為如果說一個震盪區間呢 他的低點一直在創新低的話 那麼他是有機會來逆轉這整波 嗯 消極別的趨勢 是有機會的 如果說這個低點沒有被破的話 嗯 那多頭 確實還有一點希望 那如果說這邊又被破了的話 後續繼續走震盪的機會就會高了很多 就 可能不會像千千一樣 有這種 比較值得把握的多頭行情 那麼就現在來看的話呢 嗯 我認為多單的風險是非常非常高啦 嗯 多單的風險很高 那抄底的話我絕對不可能去 現在去抄底了 不符合我的風格 做空的話呢 嗯 現在 至少我認為現在 空頭還沒有完全主導盤面啊 嗯 空頭沒有完全主導盤面 現在變成說勢均力敵了 就 沒有誰比較強 沒有誰比較弱 沒有誰比較弱 就勢均力敵 那如果說空頭主導盤面的話 我才會考慮去做空 所以我現在就觀察 那如果有多單的朋友呢 嗯 真的要小心喔 現在 就完全以技術上來說 也不太妙 那以太坊呢 以太坊呢 以太坊其實它走的稍微 比比特幣要來得更強勁一點 那 大概在1600 到1630美金左右的主力位呢 一直沒有被突破 其實我們可以稍微從這裡啊 畫出一條趨勢線 那這條趨勢線呢 欸 它是不是也有一點頭肩的味道 雖然說右肩比較小啊 不過這條趨勢線 如果被跌破的話 那對多頭也絕對是個警訊 所以我現在 還是先觀察吧 嗯 之前 我包括兩三天前啊 就沒有 考慮去做多了 何況是現在 現在 它 盤面的又走的 對於 多頭又更不妙一點點了 所以真的要小心一點 但是做空了 我認為 嗯 實際還沒有到 空頭還沒有展現出那種 主導盤面的 力量 好 非常感謝各位 非常歡迎各位 可以在我的影片 點讚 訂閱 分享 留言 非常感謝各位 掰掰